1795年时光胶囊发开箱文漏 圣诞节刚过完不到半个月 又再拆圣诞礼物吗 美国麻州波士顿议会的建筑基石像 上个月挖出一个重约4.5公斤铜盒 这个时空胶囊里面的东西是1795年 美国建国20周年时所埋下 经过多天扫描分析后 国务馆前天发表开箱文 里面共有24枚硬币 其中一枚是1655年的 另外还有一块银板和五张折起来的报纸等物品 今天是一个新章 在1795年时期的故事 当当时自由奸诞人 Sanwell Adams 总统的总统 Paul Revere和Colonel William Scully 在当时的名称是一个时代的 我们将会讨论它们正确的 我们将写更具体的报纸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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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写更具体的报纸 据信这些文物在1855年 被换到这个铜盒里 再度埋回基石下 马州州务卿格尔文表示 展示一段时间后 会再增添几件现代物品 放回建筑基石下 等待后人挖掘 动新闻综合报导 《与者&与者&与者&与者δ献保存》 感谢观看